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刊议首日包括了马少尔群岛 诺鲁 史瓦蒂尼等多个友邦代表 接力为台湾发声 跟中国进行二对二辩论 中国大陆在过去曾说 已经为台湾参与WHO做了妥善的安排 史瓦蒂尼的代表就抨其 根本不符合事实 而诺鲁代表则说 不应该因为政治压力排除台湾参与WHA 卫福部长陈时中坦言 WHA卡关最主要还是票数的问题 很多理念跟台湾相近的国家 力量强大 但是票数不足 世界卫生大会开幕 各国代表用视讯方式发表演说 聚焦在合作对抗疫情 台湾连续五年没有获邀参加 但友邦此时患难见真情 为台湾发出正义之声 呼吁防疫合作不能漏掉任何人 必须纳入台湾的参与 二对二辩论上 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与WHA的提案 但中国跟巴基斯坦代表 颁出一中原则 反对台湾参与 台湾的参与 包括马少尔群岛跟圣克里斯多福 及尼维斯都接力为台湾仗义直言 但最后提案还是没有列入大会议程 并不是只有公理正义就能够行 这里面还有选举票数的问题 理念相近的国家也尽力的来发声 他们力量虽然大 可是票数不足 AIT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还有澳洲办事处发出联合声明 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WHO 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 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 合作式抗议成功关键 少了台湾的一份心力 恐怕是全世界的损失 记者休息学生台北报道